这边我有23个世纪,7个年代,再加11个世纪,5个年代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呢,我有世纪,然后我也有年代 然后我有23个世纪,0个年代,7个年代,0个世纪 11个世纪,5个年代,然后我要把它加起来 这边加上来是12,这边加上来的是1加34,2加13,34 好,在这边呢,我们要知道就是说,一个世纪100年 然后一个年代10年,所以一个世纪是10年 所以我世纪去那个年代的时候是10 所以我的年代超过10的时候,我会换回世纪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,这个已经超过10了 所以我这边减10,这边加1,所以我这边就有2 然后它变成35个世纪,两个年代 OK,好,这个是一种方法 然后它除了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做之外呢 它还有另外的一个方法,就是怎样 我的世纪就23乘100年 然后这个是7乘以10年 然后这个是11乘以100加5乘以10年 OK,所以在这边呢,它会变成那个 所以我在这边呢,我就有2300,70,1150加起来 这边0,然后这边2,近位1,然后就5,2加13 所以它会变成3520年 3520年呢,它就是35个世纪 然后二个年代 两个年代啦,我们口语是两个年代 然后可是如果老师教你用文字来写的时候 你要讲二个年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